自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乌克兰采取了特殊军事行动至今 双方在3月14日展开了第四轮谈判,但还未达成共事,至今战火未停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了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辛仇旧恨 俄罗斯为什么入侵乌克兰? 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独立建国 不过,在国内依然存在着轻俄派以及反俄派两股势力 而收复乌克兰也成了俄罗斯总统的一大目标 简单来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 就是乌克兰独立以及收复乌克兰 这些年来,乌克兰与欧盟国家越走越近 导致双方矛盾也日渐加深 但正常把冲突翻上台面的还得以从2013年和欧盟的协定所起 在2013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亚努可维奇 拒绝签署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 引发了亲欧派大规模的街头抗争 接着下来,亲欧派还掌握了国会 通过弹劾推翻了亚努可维奇的政权 这件事也成了日后克里米亚危机的导火线 原本属于乌克兰管辖的克里米亚半岛 因为地理关系掌握了俄罗斯进出黑海的关键位置 也是通往大西洋的重要航道 一直都让俄罗斯心心念念 而另一方面,克里米亚半岛人口与俄罗斯人占的大部分 其中有65.2%是俄罗斯人 而乌克兰人仅占了16% 于是,在2013年,由于政局动荡 克里米亚议会要求俄罗斯维护持续 在2014年,克里米亚举办了公投决定脱离乌克兰 就算乌克兰当局主张公投无效 担任俄罗斯的军事介入 时至今日,克里米亚还有俄罗斯所抑制 借着下来,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以俄文为主要语言的顿涅斯克和鲁干斯克也发起了公投 单方面宣布脱离乌克兰 在2022年2月21日 普京宣布承认了乌克兰东部的顿涅斯克 鲁干斯克两共和国独立 并于同日签署了承认独立的总统令 以及和两个共和国友好互助合作条约 同时派兵进出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维持持续 俄罗斯外交部也在2月23日宣布与两共和国建交 如此举措引发了后续的国际舆论震荡 欧美各国更是纷纷表态谴责 为此乌克兰政府还派兵镇压顿巴斯地区 随后爆发了顿巴斯战争 造成1.4万人伤命 在2015年 德国与法国获学乌克兰顿涅斯克和鲁干斯克 以及俄罗斯政府还有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共同定制并遣述了金领斯克协议 然而协议当中多数条款并未落实 当时乌克兰和许多国家多半认为 清俄派叛军之所以会叛变 是因为俄罗斯在背后撑腰 但这遭到俄罗斯政府的否认 此后顿巴斯地区零星的冲突不断 经过多方螺旋 俄罗斯与乌克兰终于在2020年7月达成停火共事 不料2021年4月起违反停火事件灾线逐渐演变成至今的俄乌战争 在大略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俄罗斯为何一定要拿回乌克兰 乌克兰先前是苏联的一员 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参加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 乌克兰意义重大 2022年2月21日普京在电视演说中就提到 乌克兰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领域 更是我们历史文化与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强调乌克兰人民与俄罗斯留着相同的血液 来宣称现代乌克兰完全由俄罗斯 更紧确的说是由布尔森维克的共产俄国所产生出来的 因此当乌克兰开始试图投靠北约欧盟 对普京来说就像西方国家清门踏户 严重威胁了俄罗斯的势力 而为何俄罗斯与欧美国家都想要乌克兰呢?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纷争里 背后还牵涉了与欧美国家的经济问题 由于俄罗斯是全世界天然气出口量最大的国家 产量仅次于美国 而天然气又是欧洲人非常需要的能源 加上运输天然气时需要经过乌克兰 因此欧盟对俄罗斯的态度并不敢太过强烈 因为战争开始 欧洲各国仰赖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石油将面临停止交易供应 俄乌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首先这场战争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是明显的严重 特别在粮食以及能源方面 乌克兰是全球毁花油最大的生产物 俄罗斯是第二 两个国家加起来占了全球总产量的60% 另外两个国家小麦的总出口量占了全球29% 这还不包括其他的农产品 而能源方面 欧盟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度占了39% 在稀有气体方面 乌克兰是主要供应者 影响了全球半导体制作业 进一步影响到汽车在内的众多制造业 农产品、天然气、石油、稀有气体等价格 目前已经大幅上涨 未来的走势当然是视战争而定 如果短期内不能停止涨势 对于目前各国已经面临的通货膨胀 无疑是火上加油 如果降下去 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更会达到 自苏联解体以来从未见过的数字 当然这里指的是恶性通货膨胀 而不断上升的利率 也将打击大西洋两岸的家庭和企业 比如银行危机 主债权务危机将以大规模的方式重新重新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你的观看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留言、按赞、分享 谢谢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